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日本大风雪来往本港的航班未受影响 旅客如期出发 香港驻习货船在日本长期附近翻沉 多个船员救起的时候已经无生命迹象 详细的新闻内容 警员深夜在平州处理噪音投诉的时候遇集 被一个菲律宾男人叉颈和推下楼梯 警员开了三枪全部打中对方 伤者现事情犯危态 警方说警员的生命受到威胁 警告无效之下开枪决定是应该 现场是平州荣安街一个在二楼的单位 警方清晨五点多压走另外一个涉案的菲律宾男人 他涉嫌阻差办公和习警 大批警员就坐水警轮去到平州增援 展开地毡式搜索 找到弹头和一件相信属于中枪疑犯的衣 警方说当时有八个菲律宾男女 在单位里面聚会消敲 夜晚八点多已经收到噪音投诉 警员到场警告 去到夜晚十点四十分再接获投诉 两个警员上门 期间一个警员被应门的男人撕集 用手袭击警员条颈 并且被推落楼 去到街上高继续被追打 警员警告无效连开三枪 中枪的菲律宾男人四十三岁 由直升机送院救治 两个警员同样受伤 也由直升机送院 警方说施杂者身高一米八 形容身形欢悟行为空暴 同事闻到这位施杂者满身走气 我们也在现场找到酒精的空瓶 有些烈酒、啤酒 相信他们是受到酒精影响的 用很大力地捉住我们同事的颈 令到我们同事的颈部有血印的情况 所以他当时的武力绝对是非常严重和有伤害性的 我们初步的调查里面觉得当时的同事的确是可能会觉得是受到生命威胁 以及他的身体会受到严重伤害 所以他当时使用枪械是应该的 警方说开枪的警员入职超过35年 之前从来没在执勤的时候开枪 而摄事的单位本身有三个人居住 住客不愿意回应事件 有街坊就说当时才听到争吵声 再听到三下枪声 有些小孩喝醉酒 有些人投诉说吵 吵完就打电话去警察投诉 那便过来 那些小孩可能喝醉酒 sorry 喝醉酒就比较乱了 听着开枪有些行人走过 怕有些流弹 可以伤到人吗 第一次听到以为是炮掌声 但是听到有人痛苦地叫之后 就开始觉得不是炮掌声 不是炮掌声来的 是炮掌声来的 所以那一刻有点害怕 发生开枪案的现场 转个弯已经是平州警江 这里也是居民去码头的必经之路 下去码头大概只是五分钟的保程 母线电视记者钟拆希报道 平州是全港罪案率最低的地方之一 最快半个钟的船程可以到中环 吸引不少岛外和外籍人士居住 但有原居民说 近年岛上变得相对复杂 建议当局加派驻守的警力 平州的面积不够一平方公里 住了大约6000人 是长洲人口大约三成 有住在平州当年的居民就说 赌上治安一行都不错 平州来往中环的杜伦 几乎每个钟头都有一班 快船的行程只需要大约半个钟 有地产代理就说 以往有不少的外籍人士 也有不少的机师来到平州租住 但疫情期间陆续退租 人口结构出现变化 居民都受到影响 平时那些有节日气氛的东西 附近的菲律宾人士都很吵 不会那么大件事 有时在唱歌 烧一下饮食 他有大叫 在平州出生和成长 曾经担任平州区议员30年的林伟强 今年伦理关系都改变了 由于里面的租金较为便宜 较为其他岛居 近期的经济也不景气之下 不断有些中外人士 或者非华人士 洒入了在里面住 因为石上那里 邻近如景湾 或者港岛的工作 都比较方便 过去来说 在守望相助方面 都是平和见清 但现时来说 因为有多了生面人 所以居住 大家都要互相包容 警方曾经说过 赌讯高的整体罪案数字偏低 主要都是入屋盗窃 居民纠纷和商人 现在平州并没有警处 整个岛的治安 就靠这个警缸 隶属长洲分区 林伟强希望当局 检视警区的获分 加强尼岛警力 无线电视机 就在中策期报道 日本全国广泛地区 继续落大雪 香港和日本的航班正常 有旅客就如期出发 也都有回港的旅客 说旅程有点受阻 下午有航班 由大阪抵港 有市民玩完七天的旅行团 回香港之前遇到大风雪 航班延误半个小时 已经觉得好彩 平时旅游巴去的 旅游巴都入不了 领队帮我转了搭JR都入到了 但搭JR时 其实已经开始有点呼 我都听到领队说 有些朋友 10点才去机场 现在都在等消息 所以今次都很好彩 有自由行的家庭 也都说影响不大 航班延误了一个小时 因为宣布机翼要将雪解 要溶到雪 小朋友会不会都说 有点怕冻了 没有 很兴奋 看到有雪 第一次见 因为他只有四岁 对上三年都没有飞过 第一次飞去 关西就见到雪 上午去日本的登机柜位就带牌长龙 有市民如期出发去日本 都忘了这么多 已经洗濕了头 到时如果真的不行 或者出不了街的话 都在酒店那里就这样卸一下就算了 戴了很多衣服 在网上查看要洋葱色的穿搭 虽然日本的天气持续不稳 但这个星期每日 至少有七班的航班飞去大阪 暂时没有航班需要取消 纵环游说有三个团 一共六十几个团友 星期二下午抵达大阪关西机场 但出市区的连接桥 因为大风雪而封闭 滞留机场到夜晚十点半 才等到铁路开通离开 到凌晨两点才抵达酒店 东营游就表示目前有大约100团在日本 部分要跟改酒店或者调动行程 无线电视机者彭穎熙报道 日韩广泛地区的韩潮持续 大风雪在日本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六控交通大受影响 再有几百班航机要取消 部分JR列车服务一度中断 导致有大批乘客滞留 有多人不舒服送院 今季最强寒流迟早来闭 日本北部和西部多处大雪持着 其中山色源降雪量 远近高达60厘米 有汽车怀疑失控翻车 尿取源大山积雪达到1.54米 长野远部分地区积雪也厚超过1米 至于京都市面多处露面结冰 大雪打乱当地六控交通 最后京都线和琵琶湖线 礼拜二晚起接连有十几辆列车 因为大风雪在行驶期间一度停驶 几千乘客滞留车站 另外大批乘客被困车厢几个钟 合共十几人不惜送院 部分人就选择在严寒下落车行路轨去车站 秋田和实识等机场 再有几百班航机取消 寒潮在九州造成两人死亡 其中复光一个工人因为露面结冰 被轻迎放车撞倒之后伤重死亡 预料寒潮将会持续到礼拜四 强风大雪主要集中在日本海沿岸地区 当局呼吁市民避免不必要额出 同样受强烈冷空气吹袭的南韩 江沿岛山区朝早气温跌至摄氏零下25.1度 首尔气温也都只有零下19.3度 经济岛西部沿岸和泽州山区继续有雪 预计降雪量达到10厘米 因为大风雪一度停运达泽州机场 早早恢复运作 无线电视记者阅明直播 一艘香港注册的货船 在日本长期附近海域翻沉 船上有22个人至今救起14人 中国驻长期总领馆说 最少一人确认死亡 七人心肺停止 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南韩制州海径厅 在香港注册货船金田号沉没海域 展开联合搜救 在现场的民用船隻也都加入 捞起华尔属于沉没货船的救生艇 以及任由香港和金田寺养的救生衣 金田号排水量为6551吨 有14名中国籍和8名缅甸籍船员 上个月初从马来西亚巴生港出发 运载木材和其他货物 原定前往南韩人村港 但是驶到日本长期越南旅群岛附近 船身倾斥入水 日本海上保安厅说 当地星期二夜晚大约11点 收到金田号求救信号 到星期三凌晨大约2点半 船长和海上保安厅最后一次联络 说会棄船 随后通讯中断 首救队伍到达现场之前 货船已经完全沉没 救起的部分船员 被送往长期接受治疗 暂时未知货船出事的原因 但是日本正受强烈寒潮吹集 根据长期远气障厅 事发当时浪高4至5米 附近一带有强风 守救工作也因为强风和大浪受到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 何英桥报导 有时一会儿回来还会报导 平阳巨报出现不明呼吸道病例 即日起风城5天 德国会向沃克兰提供主战坦克 巨报美国也会提供 俄罗斯批评是公然挑衅 回来新闻时间 农历新年假期来到最后一天 不少港人由内地返港 大部分搭高铁的市民和旅客都说 过关畅信 但未必人人在内地做核酸检测都方便 期望本港和内地下阶段的通关 可以取消这个案排 一年四日农历新年假期即将结束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也都迎来福运之后 首个假期回程高峰 抵港大堂下午有不少市民回香港 也都有部分是内地旅客 因为内地七日春假还未完结 可能高铁比鲁鲁口玩够方便吧 就是想过来逛一逛看一看 因为最后就是春节嘛 根据入境处的数字 年30至年初三期间 一共有近40万人次香港居民来说 平均每日大约10万人次 其中机场每日大约2至3万多人离境 以年30最多有3万1千多人次 其他海陆口岸 每日都有6万多至7万多人出境 年30有7万6千多人次来港 不过现在南下北上 都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内地做核酸又是不是方便呢 我不是住在大城市的 但是即使是在小地方 就是做核酸也并不麻烦 就是可能会相对之前 会稍微那个核酸点会稍微少一点 但是是当然是非常方便的 都不是太方便了 是呀 因为去那个要去那个医院那里 要申请不知什么卡线之后 又再被那里搞了整个几宗 不用做核酸就会方便很多 因为香港再做核酸过去 那也是又要去排队 虽然预约都叫做是可以的 但是又要特意找时间去做 又要填很多东西 其实来回核酸我觉得浪费了很多时间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组前话 正是同内地商讨 尽快放宽往返内地48小时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的安排 包括以快速取代 甚至完全取消检测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部报道 半港新增新冠个案 重上2000宗的水平 新增2295宗个案 本地病例占2265宗 11家安佬和残疾院舍 一共有17个院友和3个员工染疫 由于仲在假期 学校未有情报个案 再多27个患者离世 突然波疫情 累计有13,017人死亡 疫情缓和 今年多了市民向亲友拜年 不过院舍的长者 想见下自亲都不容易 要继续遵守严格的防疫措施 大年初四 蔡慎野来到这间护露院 向大约30个老人家拜年 有福袋礼物 院舍在疫情下大受影响 院友的新年愿望都是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2023年 可以多出街了 哦 哦 哦 是不是来的 已经收得了 不少院友在疫情前 可以出去街市 或者到公园晒太阳 但疫情以来 大部分时间都跟外界隔绝 即使政府大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院舍规定仍然是比较严谨 长者回家过年 回来之后要洗澡 检测 并且要留在自己的床位隔离三天 院舍探访也都未全面开放 除了预约 政府也都规定 访客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 院方说 每日有20多对的老人家和家属 在这个迷你方舱里面见面 里面有负压系统 希望可以减低感染风险 这一天黄先生带上烧米和虾饺 利他望入住了半年的妈妈 当姑娘说不行 不可以吃 要不然我打算拿去吃 所以我拿完这个东西 就补温给她的 我是第一次 我吃就是今天第一次 所以我平时预约不了 因为我要上班 一次就爆风球 一次就这里的姐姐确诊了 所以取消了 开炒 用蛋汤来喝一下 拿点东西来吃一下 原来说自己平平安安 子女才失去平平安安 就算了 这间湖露苑 由去年三月至今 89个苑友已经有76人次确诊 部分人更加是疑似感染 原方说为了保障苑友 有需要继续采取防疫措施 未来会视乎写出的指引再调整 无线电视记者 蓝军瑞不斗 北京市区朝早的气温 创入冬以来新低 也是45年来同期最冻 但都无了市民春节假期出去玩 住北京记者陈卓康报导 北京市区上午的气温 只有摄氏零下16.7度 是1978年以来的最冻一月下旬 市民出街都着上厚厚的预寒衣物 天气冷 但是架不住人们心暖 说实话 这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放开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其实觉得冷到不想出来 冷的话就得下雪 今年还没有下雪 还好 不是很冷 市气象台说 星期三日间的最高气温 只有零下三度 夜间最低零下十度 预计之后两日的气温 仍然在零下十度至零下一度左右徘徊 虽然天气寒冷 但是无阻市民外出游玩的心情 这个公园人头涌涌 不少人在冰湖上面挖冰 而天气冷 卖串销和热饮的摊位就最旺常 虽然公园这里的气温只有零下五度 但是游乐场的负责人说 不少北京市民都会选择在初四、初五先出来玩 因此人流的估计和之前差不多 另外黑龙江顺黑源的气温降至零下四十九度 打破六十四年来的最冻纪录 放在室外的物品结冰 山东多地都降雪 当局调动大批人手清理直雪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聪康报导 北韩据报由于不明呼吸道病例增加 首都平壤即日开始封城五日 总部撤于南韩首尔的北韩新闻报导 平壤市民在即日开始至到星期日都要留在家 并要每次、每日多次成交体温量毒结果 但报导没有提及新冠病毒 路透社说北韩官会持续报导 国内对抗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防疫措施 但没有报道过封城令 北韩去年五月首度承认国内爆发新冠疫情 但未有确实染疫的总数 只系通报发烧患者的人数 累计通报大约477万人 直至同年七月底不再通报相关的病例 并且在八月底宣布战胜新冠病毒 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备 德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首批14架主战坦克 据报美国也都会公认 俄方批评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坦克 将会是再一次公然跳人 俄乌战事持续近一年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近来呼吁西方 提供先进坦克等重型军备支援乌克兰 波兰说已经正式向德国申请 将波兰拥有的德国制炮型坦克 转赠给乌克兰 正等待德国回复 德国政府发言人证实 会向乌克兰提供炮型坦克 同时批准伙伴国转赠炮型坦克给乌克兰 炮型坦克被视为全球顶尖的主战坦克之一 能够在K区地形上行驶的时候 加强瞄准移动的目标 而且维修和后勤相对容易 另外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说 美国准备好启动程序 会将几十架M1主战坦克运去乌克兰 有分析说M1主战坦克比较浪油 较难维修 炮型坦克相对就较适合乌克兰使用 但美国的决定就有助鼓励德国 向乌克兰提供这款重型武器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批评 如果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坦克 将会是再一次公然挑衅 警告俄军将会好像毁灭其他北约装备般 毁灭美国坦克 面对西方指 俄罗斯在经历超过11个月的战事后 弹约逐渐不足 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星期二参观一间兵工厂的时候 反驳有关港法 强调俄方有足够武器 无线力事记者梁永山报导 回到中国新闻会报导 近日有中国游客到泰国比七千泰铢 就有当地的警察接机和开路 本来新闻自家先看看中国新闻 广州不少地方在春节期间恢复人流 有经营食肆的港人预计 生意可以回复到疫情之前的七成 驻广州记者周俊峰报导 北京路步行街在春节这几天 都是人山人海 路边小食店、餐厅等都大排长路 不少市民都是一家大小一起来光顺 有市民说疫情之下困了很久 终于可以出来消费 吃下饭、走下花街几千元都要吧 去年没得行,是洗不到 感觉很开心、很高兴 可以看价钱吗? 不看的了,我觉得几年没出来走 基本上他需要看眼睛 都不想说那么多了 都会疏忏多 开心就可以了,只要生意健康 开心就可以了,其他都没疏忏 北京路步行街附近一带新年期间 实施特别人潮管制 也开放马路给民众通行 黎湾湖公园伏办新春市集 吸引了不少市民来到 路边手工制作的摊位 兔子公仔大受欢迎 他又说港澳旅客明显增加 因为通关之后很多人到广州探亲 暴先电视驻广州记者周俊锋报导 而内地为期七日的春节假期 将回在星期五结束 各地开始出现回程的人潮 央视报道大年初二开始 高速公路车流量上升 预计初六会是回程高峰 而全国铁路预计全日接载 八百三十五万人次旅客 其中广东今天下午开始出现 部分返程车流 山公安厅说由于大部分民众都要 赶在星期六上班 预计明天开始会是回程的高峰 到了星期五下午车流会更为集中 呼吁民众不要集中在同一时段回程 在台湾会逢大年初四有形财神的集中 各地的妙语都有活动给民众接财气 一起看一下 炮热吉星钞票和金元宝从天而降 民众见财神都都走快两步长钞票 希望新一年可以富贵荣华 这是高雄旗山的财神庙逢大年初四举行的 发财大炮活动 每个小时一次代表财神送财富 由幸运而抢到一千五百元台币 在台南的天后宫 民众就中自己的银包等的随身物品 在香炉上面摇一个圈 这个每年只得一次 限时一个小时的活动叫抢货炉 代表把财神的福气带回家 另外在大年初四全台寒流自重 宜蘭太平山清晨的气温只有摄氏零下五度 现场出现结霜和霧中白茫茫一片 台湾的气象部门发出全台低温特报 多地气温降至摄氏六度或以下 预计直至星期四全台的天气会极为寒冷 近日有中国旅客到泰国旅行的时候 给了七千元泰铢 就获得泰国警察接机和开路的服务 泰国当局撤查事件 近日内地有网红到巴提亚旅游 说买了泰国警察接机服务 其中游警车接载的价钱是七千泰铢 即是大约一千六百七十万港元 游乐的一刻就有泰国警察接待 扮你入境手续 拿行李同样不用排队 出机场之后就登上游警察安排的资家车 前面有交警鸣笛开路 原本要三个小时的车程 最后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酒店 片段曝光之后 泰国旅游警察局下令撤查事件 说事件影响泰国警察的形象 为游客开路的三名警察 正是接受调查 当局又公布初步调查结果 说接送游客的私家车并不是公务车 因此不够成刑事犯罪 但是涉及违纪行为 又强调旅游警察应该整体关照所有的旅客 并非单独为特别人士开绿灯 另外有泰国华文传媒说 以往亦都曾经发生泰国警察收费接送游客的事件 国家疾控中心说 在新冠感染高峰期间 单日新增感染曾经超过700万 根据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 内地在去年12月22日前后 感染人数、发热门诊求诊人数都达到高峰 其中单日新增感染最多超过700万 发热门诊单日最多有超过286万人求诊 而死亡病例在今个月4日达到高峰 单日有4273宗 而核酸检测阳性率方面 去年12月9日开始 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 阳性比率由高峰 即是去年12月25日有29.2%之后 到今个星期一降至5.5% 报告又说 今轮疫情未发现新的变异株 专下财经消息 泰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5点 巴黎凯指数跌18点 德国DES指数跌48点 再休息一会 回来还会报道 至深食平家为零细细 享年87岁 末日中再拨快10秒 距离代表末日的午夜 只剩90秒 回来最后一节新闻 至深食平家为零细细 享年87岁 有传媒人赞养他将香港美食 向国际发扬光大 原名麦教堂的维宁 是七八十年代饮食节目的常客 又曾经出版多本饮食著作 和为多份报章赚写食评 并且先后担任多间公司的饮食顾问 他在2005年成为第一位获中国饭店协会 颁发中国美食家的称号 但他从来都不以食家自居 说自己只是为食之事 也都反对奢侈的饮食习惯 认为食物无分贵战 重要的是怎样烹调 维宁是广州信德人 受爸爸影响 热爱研究饮食文化 因为饮食也都令他和下一代连结 两代之间应该是多些沟通的渠道 多些沟通的空间 不应该有代溝 如果假如有代溝的话 那个过错一定是在上一代 毕业于英皇书院 和联合书院英文学委的维宁 曾经担任财经记者和总编辑 早年已经认识维宁的 资深传媒人郑明仁华 维宁在推荒香港美食 功不可没 提醒人类关注全球危机的末日中 再拨快10秒 距离代表末日的午夜 只剩90秒 原子科学家公布成员 星期二在美国华盛顿 公布末日中最新时间 比去年拨快了10秒 距离代表地球 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午夜 只是剩90秒 组织解释 拨快的钟 很大一部分是基于俄乌战士 组织又说俄罗斯总统普京 似乎不愿意接受打败仗 担心他可能在别无选择下 选择使用核武 他们说美国政府 北约成员和乌克兰 有多个沟通渠道 呼吁各国领袖 尽全力扭转末日中 为了给末日的信息 更好感传递给乌克兰人 和俄罗斯人 今年的公告 第一次翻译成乌克兰文和俄文 除了俄乌战士 组织也都指出 北韩试射导弹 中国的是扩散 新冠疫情 气候变化等 都有份令末日中撥快 设立末日中的组织 原子科学家公布 由包括爱因斯坦在内 一班已战士研发核武器的 原子学家创立 末日中本来只在量度核武的威胁 但自2007年开始 将气候变化等因素 纳入考量 每年调整一次 第一次设定的时候 距离午夜7分钟 冷战结束的1991年 距离午夜最远有17分钟 而时钟在2020至2022年期间 一直停在距离午夜100秒 无线电视机者梁明山报导 搭在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 俄罗斯护卫艦 在大西洋演习 俄罗斯国防部发放片段 沃尔什科夫海军员税号 当地星期三 以电脑模仪方式 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打击敌方军艦 俄罗斯传媒报导 它会参与下个月 俄罗斯、中国和南非的 联合海上军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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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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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